新年最重要的例例是 出名闊老的香港人走到街 留下保安一封 部長又一封 就連搭巴士 車長都要封一封 咦? 不過原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收利是 客人過時過時會給我們一些利是 其實我們身為公職人員 我們會盡量避免這件事 就算收了之後 我們都要跟公司申報 廉政公署由2021年底起 推行公共機構誠信推廣計劃 為機構度身訂做防灘培訓 而巴士公司作為公共機構 是培訓的重點 其實我們作為公共交通機構 我們提供服務比試是應該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同事 第一應該遠距 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如果同事真的收到一些利是 其實我們都會要求同事 向公司申報 告訴公司有件事發生了 我們由公司處理回事 通常都會用了一些辭職用途 承巴職員第一天上班 需要參與防灘趕坐 每三年亦都要重溫 我們留意到 當中一些部分公職人員 他們是不回意到 原來自己所屬的機構 是根據防止規劃條例 是屬於公共機構 而自己根據法例 是屬於公職人員 因此可能會對相關的法規 是屬於輕心的 是屬於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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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是屬於公職人員